离7月4号还早着呢,从你邻居家门前就已经插起了新条旗 这也表明美国第248个独立日即将来临 这一天全美各地都会放假,举办欢乐喜庆的大型庆祝活动 游行、音乐会、演唱会、烟花秀等等 就像中国的国庆节一样热闹 跟巴婆所在的南卡州恰斯顿 八个城镇分别有八场大型庆祝活动 巴婆选择了曾经是恰斯顿海军基地的河办公园去玩 因为这座位于库珀河西侧的公园美妙优雅 巴婆已经来过两次了 还愿意再来 这里有在1901年至1996年期间 海军船务的钢板照片 展现在类似于航空母舰一侧的墙项 有匾额、孤立的水手和回归的雕像 以及在这里建造的不同船只的模型 大家可以沿着河边的木栈道漫步 看看公园周围的现代艺术展品 休息、玩乐、等待着那辉煌的时刻 记得有篇文章说 美国独立日不是国庆节 即便当作国庆节 它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庆节 这是因为美国独立日不是建政的日子 也不是开国的日子 更不是独立得以实现的日子 它是美国人民 纪念费城大陆会议 1776年正式签署通过独立宣言的日子 248年前 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 专严地宣布美国脱离英国 而成为独立国家 然而 这仅仅是一纸宣言而已 没有任何法律效果 宗主国英国对此没有任何义务承认 独立弹劾容易啊 把激昂文字变成事实 从独立宣言到独立战争的胜利 足足有六年之隔 这期间成败 难见封小啊 同时杰弗逊等56位人士的签字 是封裂与叛变的证据 如果遭到英国政府的逮捕 折磨和死刑 是等待他们的必然结果 五人起草小组之一的富兰克林说 如果我们不吊在一起 我们将被封别吊死 侥幸的是 美国人获得了法国人的援助 巴黎和平条约在1783年签订 英国终于被迫承认美国独立 作为对比 其他国家的国庆节 标志着胜利之后的权力转交 和政权奠基 美国的独立日 乃象征着事成之前的独立理念 和逼胜信念 换句话说 其他国家把辉煌弗国当作开国之本 美国尚未实现的报复 当作开国之先 独立宣言并不是战争宣言 也不是战争的开始 更不是战争的结束 独立战争在这之前 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 在时间上 独立宣言是沉上起下 在性质上 独立宣言是援引道义的生变 他总的意图是说明 割断关系是不得已 争取独立是天意 同时他表白 美国人已经走上 疯烈的不归路 暴力已经取代和谈 美国人自豪于 意识和态度上的这一转折 其程度胜于独立战争的 军事胜利 当其他国家纪念 他们的开国允训时 美国纪念他的开国哲学 这真是着而不穷啊 把独立宣言 当作独立制的主意 最初来源于亚当斯 作为五人起草小组的另一个 亚当斯当初没能自己执笔 独立宣言 为此他一直后悔 一期76年7月3日 亚当斯在给妻子的信里提到宣言的起草完毕 及签字和庆祝 他说庆祝的方式可谓游行 游戏 体育 祷告 表演 确实如此 在明年的7月4日 美国人选用娱乐和放松的方式度过独立日 如游戏 如游行 球赛 鞭炮 烤肉 亲友欢聚 其实 庆祝独立 就是庆祝人生 就是让生活充分体现原来的本色 其他国家的国庆 则是官方庆典 军事业励 来得太隆重 又太空洞 美国国会一直到1870年 才把独立日定于联邦节日 但各个州政府必须 无计实际通过了法令 表示同意才能贯彻 这就是美国宪法制定的联邦日 两级政府的风权所在 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是姊妹篇 一个是废除旧体制的号角 一个是建立新国家的方案 1825年 杰弗逊回忆到 独立宣言是呈给世界法庭的呼吁 是美国心思的审述 是时代精神的恰当表达 对于庆祝独立日的方式 杰弗逊倾向于发自内心的纪念 一种成熟的反思 今天独立宣言几乎得到全世界人的欣赏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自然权利的真谛 人生而平等 造卧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也不是所有人都领会社会契约的尖水 当政府损害人民的权利时 人民有权改变 废除政府 并且有权创立新的政府 美国独立日是美国人的节日 自由则是每个人心中的节日 巴婆觉得白燕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特意读给大家听 不知您感觉怎么样呢 哦 不用重复历史 不必比较东西 在这篇土地上 有巴婆可爱的子孙 诚挚的朋友 就已经知足常乐了 巴婆转了好几次 没有见到一位中国王 却被一笔黑鸣 一把扎中的 开心得掉了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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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花绽放 灿烂辉煌 就像是一群美丽的精灵 在跳舞一样 充满了神秘感 和浪漫情调 整个天空都被映照的五彩冰峰 感觉仿佛置身于梦幻之中 啊 原来人力的想象力是如此之丰富 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东西来 可是再美丽的烟花也是转瞬即逝 就好像人生是一场短暂的旅程 转眼就到了老年 人的生命实在是太匆忙太珍贵了 不过巴婆相信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 自己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因为自己已经为了理想不懈奋斗了 了 慢慢来 möglichst很巨大的 而且非常伤善 都送了 除了 快门